世平赛男团半决赛 中国对阵东道主韩国 三单迎来老将对决 马龙PK李尚珠 马龙一上来就感受到对手来着不善 很快就7比11丢掉首局 之前王楚清已经输给了张宇珍 所以马龙此一的压力并不小 韩国队主场作战士气极佳 调整到位后 马龙第二局打出碾压局 11比4追平比分 关键的第三局 马龙一度拿到了局点 但是关键时刻却未能把握 李尚珠挽救危机后全力出击 反而逼出了局点 马龙发球被强攻 10比12再丢一局陷入局境 第四局马龙11比6再次追平比分 但进入决胜局后 连运气也不在龙队这边 打疯了的李尚珠全力出击 马龙盘末招架不住 最终输掉了比赛 我们来欣赏一下盘点时刻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